作为第一阶段常规赛战绩第一的球队 辽宁南兰的第二阶段首秀已经结束 那么在联赛安排的周六晚上顶级对抗当中 辽宁南兰没有给球迷带来惊喜 最终23分大败给了手钢队 迟到了二阶段首场比赛的开门黑 这样的结果可以说非常的意外 也让大家对辽宁南兰的未来捏了一把汗 比赛以后 可以看到很多球迷都对这场比赛 辽宁南兰的输球感到惋惜 大家也都帮助辽宁队寻找了输球的原因 揪出了辽宁队很多的输球败笔 那么一部分球迷表示辽宁队的输球 和球队内线朱镕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这场面对手钢的双塔 朱镕镇打得畏畏缩缩 内线也不敢直接上了 都是采用一些简单的进攻方式 个人效率值很低 在没有了韩德军的情况下 辽宁队的本土内线指望不了他 也有部分球迷指责辽宁队的外援福格 毕竟本场比赛福格的发挥比较一般 除了在比赛第一节限制住了林书豪的发挥以外 其他时间都是被对手吊打 进攻端也发挥不出个人实力 确实非常拉胯 那么当然除此之外 最多的就是对于辽宁南兰主教练杨明的指责 因为我们都清楚 二阶段辽宁南兰的教练组迎来了很大的困难 助理教练马丁内斯离开以后 球队的顾问蒋星全也没有随队参加比赛 所以现在的指教任务都是压在了杨明的身上 而在这场比赛里 杨明并没有带队获胜 所以他就是输球的首要因素 而且比赛开始前 杨明就直接放弃了球队四个核心 直接血藏了郭爱伦韩德军 以及封县的张震灵李小旭 这种做法让球迷很不满意 大家认为杨明就是在送分 给对手轻松获胜的机会 导致了比赛的失利 也让辽宁队备受士气打击 但实际上 杨明的决定是错误的吗 辽宁南岚如果全部上核心主力这场比赛 就轻松拿下了吗 事实上恰恰相反 甚至可以说我们有一些错怪杨明了 我们都知道 这场比赛杨明之所以会血藏主力 最大的原因是想让他们去充分休息 因为有三个队员都是刚从国家队回来 所以体能受到了很大的麻烦 而杨明不让他们上场更多是让球员保持健康 避免在和手钢这种高强度的比赛里遭遇伤病 所以这种方向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辽宁队本赛季的目标是争冠 只有保存好实力才有争冠的资本 而且在比赛以后 辽宁队的赵继维也通过个人社交发布了一个表态 可以说是帮助杨明说了句公道话 赵继维表示自己这场比赛的腿真软 只能在赛后去加练充充电 所以这就证明了 这场比赛赵继维的状态也不在线 因此辽宁队和手钢的比赛 其实就相当于两个外援带着球队的替补在打 这样的话 面对手钢难拦输球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所以杨明在执教能力上没有问题 球队这场比赛也相当于战略放弃 因为即便这时候安排郭艾伦上场 在隔离后他也很难第一场完成单棋救助 所以眼下 辽宁南篮的问题就是帮助核心主力找回状态 避免球队伤病 相信未来不久 辽宁队就能打出真正的竞争力表现